会在桃园 新庄与树林区交界的三龙公园 19号进行启用典礼 辉北过往公园给人设施老旧 罚人问津的印象 在这公园改建 由新北市议员江宜珍向市府争取经费 进行修缮并增设攀爬网邮具 及亲子公厕等设施 一开始我们只是想处理这个激烟水的问题 有争取到经费 那修完了激烟水之后发现 诶不对这个公园呢 其实虽然附近的居民没有真的那么多 因为它不是所谓的树林的核心的地带 但是还是有非常多的居民 对这个公园有需求 周遭大概1.5公里 两公里的范围之内 也没有非常适合的公园绿地 所以我就跟里长来研究说 需要来改造这个公园 那也向市府来争取相关的经费 跟相关的设计 这次三龙公园的改建 不只嘉惠在地树林相亲 因为公园未在两区一室的交界 江义正也表示 未来民众到公园 草皮就可以席地野餐 增设的攀爬网 提供6到12岁小朋友使用 孩子们可以训练抓爬肌肉的能力 那也因为激烟水的改善之后 我们保留了草地 部分的草地 所以未来大家也可以让小朋友来这边 自由自在的骑脚踏车 跑步 甚至你带一个野餐店 就可以在草地上坐着 那我认为这个公园呢 虽然面积并没有这么的大 那我们用相对节省的经费 来符合就是当地的居民 最多元的使用 所以我认为这个公园 对这个三多地带 还有新庄树林这个地区 虽然尽管我不是新庄选出来的议员 但我认为这个部分 还是居民最需要的 也就大力争取 改建后的三龙公园启用 不再像过去一般昏暗 对当地民众来说是一大福音之外 议员也期盼有更多的家庭 并带着孩童前来 一起体验最新的公园各项设施 记者曾经家树林报导